All I have for you is a word Tell it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五点半 我和老王现在准备从34团前往35团 和那个司机师傅会合 现在天还没亮 骑自行车摸着黑 进35团 现在是早晨六点十一 我们俩刚到这个35团 现在天也刚刚亮 镇子里的人很多都没起来呢 当地时间也就四点来钟 我和司机约定的时间是 早晨七点到八点之间 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然后给司机买点小礼物吧 整个镇子上的超市都没有开门 所以只找了一家开门的饭店 买了一箱红牛 因为没有超市 所以烟现在买不成 那只能就拿着这箱红牛 先送给这个司机师傅了 我们一会儿就准备去那个路口 跟他等他了 因为他现在可能刚起来 或者是还没起来 所以我们最好提前点去 别让人家等我们 虽然他说等我们也没事 但是还是别让人家等我们了 那老王咱俩过一会儿就往那个路口走吧 1.5公里 现在又来到了这个路口了哈 哼 我们真的是三顾茅庐啊 第三次来这儿了 第一次是因为我们的车的问题进不去 第二次呢 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车 人家昨天休息不往里走 第三次又来了 这就是气而不舍的精神 希望今天能一切顺利 太阳也慢慢出来了 天也慢慢放晴了 天时地利现在人和了 现在那个师傅来了之后 天时地利人和全部聚集 刚才那个维吾尔都司机跟我说 他们今天通知又去不了了 所以就没办法等他的车了 但是好在马上就过了一个大的拖拉机 然后我就跟司机说 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 他说行 但是没有地方坐 然后我让老王坐在驾驶舱 我就坐在这个后兜里 不过能进去就行啊 要不然白折腾了这几天了 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沙漠了 他们俩在前面能一路聊着天 我在这后面太孤独了 这里边灰大得很 所以就得戴着口罩 但是我觉得即使戴着口罩 肯定还是会 还是多多少少少会能吸到点这个尘土 今天一天下来估计 浑身都成了泥人了 成了冰蛙泳了 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啊 只要能进来 然后能顺利的出去 这个比什么都强 你留着吧 你留着吧 你留着 我们不拿 你留着 你留着喝 等他过了 我跟他问一下 我问一下 那也是你们的工地的吗 之前我联系的就是这样的车 然后那个司机说他今天不进去了 谢谢你师傅 终于都拿了 我给你看 我给你看 他有空调 上去 谢谢你师傅 我们就到那个 银盘古墓那个位置 我们下车就行 我们自己走进去 今天开始 走开 先谢谢你师傅 祝你一路平安 哈哈哈哈 哎 快点啊 快点啊 快点 在我们正前方就是银盘古城遗址了 四天的努力啊 四天的不放弃啊 终于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银盘古城及古墓群遗址的碑文啊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代至近代啊 2020年5月1日刚立在这的这个碑 这是新立的碑 他后面说的是年代为汉至近 2013年国务院公布重点保护单位 由圆形城墙的古城佛寺一址和墓地组成 地处汉进石器丝绸之路楼兰道的必经之地和十字路口 东街楼兰西连烟齐秋子北通居施高昌南下可抵达古代 山山和浅茉绿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对研究西域交通史和丝绸之路史具有较高的价值 古墓群出土的采观 丝毛织品等罕见的珍规文物 被评为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是研究汉进经营西域史 以及思路贸易和等面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碑文可以看出规格还是很高的一个古城遗址 这个古城遗址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形状 和我们之前看的那些古城遗址方形长方形的完全不同 因为我们汉地的这种古城呢大部分都是方形和长方形的居多 那像它的这种形质一个正圆形的 在汉地几乎没有 在我国目前发现的正圆形城址只有四个都在新疆 然后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圆形古城遗址也有40多座 那么中国只有四座 据说当年的这个马其顿帝国的国王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 每征服一座城池 他就在原地修建起一个圆形的城池 这个圆形的城池也正是古罗马的那个时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建制 所以据说这个亚历山大当年东征 他一共建了70来座这个圆形的城池 那现在目前发现了40多座 还有将近30座还没有被发现 这个古城 这个古城是属于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赛人建立的王国 墨山国的一个城址 但是他这个城址是都城还是普通的城市 目前也有说法不一样 有的说他这个就是墨山国的都城遗址 有的说墨山国的都城遗址在北边的山里边 所以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 而且关于这个古城遗址的未解之谜也很多 比方说90年代在这里边 在他周边的墨地出土了一个男性的年轻人的一个 就是青年人的一个干尸 然后那个干尸挖出来之后呢 就很惊艳啊 他这个带着一个白色的面具 然后上面还有画着他的面容 然后枕着一个机名枕 然后还穿了一身非常非常华丽的私之衣物 包括随葬的一些物品吧 反正都是等级规模都很高 而且非常精美漂亮 所以这个人的身世现在也是个谜 有的人说他是一个私处之路上的富商 还有的人说他是国王 还有人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官员 反正种种吧 目前也没有一个定论 所以这个也是关于这个遗址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未解之谜 包括这个墨山国他的都城在哪叫什么名字 现在都不知道 他为我们现在叫这个银盘遗址 只是只是源于 汉代在这个周边屯田 有设这个屯田和兵营 所以就叫银盘遗址 并不是他本来的名字 这个银盘遗址就像刚才本文里说的 他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往东200多公里呢 就到楼兰古城 就是以前的楼兰国 罗布泊 沿着孔雀河一直往西走呢 就是烟气国 然后往南走呢 就是且末那边 到昆仑山那边 叶尔强河绿洲了 然后往北呢 穿过北边这个山呢 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古道 叫末山国之路 直通今天吐鲁番地区的孤狮 也就是居狮国 所以他这个地方就相当于在一个 丝绸之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地带 在汉代的十字路口地带 那到了唐代的时候 这个地方基本上也就荒废了 呃 所以说他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 而且在他周边的这个墓葬里 发现的这些文物啊 呃各式各样的哈 有来自汉地的 有来自西域的 有来自这个中亚的 甚至来自罗马的那种花纹的丝织品 包括一些工艺品 包括戒指饰品等等 所以你能感觉到他这个地方 虽然我们来现在来看 他这个地方好像荒无人烟的 像无人区一样 但是在汉代到近代的时候 这个地方商旅往来是非常频繁的 而且思路贸易非常发达 并且这个东西方的这个物品的交流 呃交融很 非常繁盛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现在你看 两千多年过去了 一千多年过去了 孔雀河断流了 塔利木河改道了 所以这一片都变成荒无人烟的 变成沙漠戈壁区了 所以这个古城的人呢 也都人去楼空了 他这个墨山国之前之后呢 到了这个 后来就被他的邻居这个 宜安齐国给吞并了啊 因为这个墨山国也是个小国家 和之前的威虚国呀 渠黎呀 玉黎呀都一样 就是小国家没有办法 都被这个强大的烟漆国给吞并了 所以这个吞并完之后 墨山国就从此消失了 消失之后呢 再加上这个自然环境的改变 恶劣恶化 这个城慢慢附近的人都已经没有了 直到现在 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 它那个城墙 看了吗 它那个城墙 首先它是一个圆形 一个弧形的 它这个也是类似于我们以前 看的那种夯土结构的啊 但是它每夯一层 它上面好像还有那个 非常厚的稻草的痕迹 压在里边的 像那种钢基混凝土的那种作用 然后一直到那边 你看那边还有一像那种树枝的感觉 那种感觉 可能离得太远 摄像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啊 因为它这个古城 现在都保护起来了 隔着铁丝网 我们也不想翻进去了 我们就在外面看看就行了 所以大家远远看看 它这个里面的结构 还是很简单的哈 我们现在离开了银盘古城的遗址 现在往西北方向走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周边的这个环境 都是那种土丘 土丘上面还长着绿色的植被 其实这个土丘以前都是有树的哈 应该都是有胡杨树的 但是胡杨树枯死了之后呢 它的根系还在 所以把这些巴 这个土 土丘还在这 没有被风给吹散 你看我们眼前的这棵 这个土丘 现在没有 虽然没有树了 但是有这种灌木丛 但是这 你看它这个很明显啊 这个灌木丛是活的 这个是死了的 它死了它的根系还在 所以它这个土丘还在 所以即使流水风时 它这个土丘还依然在这 能保存一些年月 所以你看周边这些这么多 所以足以见得 以前这个山国周边这个水草 还是很风貌的 孔雀河两岸的这个水草 还是很风貌的 而且非常适宜居住的 我们从身后的城址呢 往西北走了一公里多 现在就来到了对面的这个山坡上 这个土坡坡上看 这个土坡坡上呢 有很多这个当时的墓葬哈 你看它这有个碑 银盘古城及古墓群 看看它后面 你看它这上面写的 哦 它这个后面写的和刚才那个碑文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以为它这个上面写的是 介绍这个墓地的呢 这个后面的山坡上呢 据说有上百座山国的墓地 都是汉代至这个东汉时期 至这个魏晋时期的 近代的 你看它这个山坡上面 因为我们现在视角比较低 然后它现在都拿铁丝网一圈 范围非常大圈 给围下来了 不让上了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看到上面了 也没办法上进去了 所以呢 比较遗憾 那据说在三十四十年前呢 三四十年前 这一代被盗墓贼光顾的非常频繁 被盗绝的也非常厉害 据当时我们昨天在村里头 遇见一个村里边的一个女的 她跟我们说她19岁的时候 年轻那会儿她还上过 来过这个北山这边 来到这边的时候 她还到这个墓地看过 她说很多墓地都被盗墓贼给挖了 而且里边的那个尸骨散落了一地 都没人打理 当然现在我觉得应该是文物部门 应该都给打理干净了哈 里边这个上面有大大小小 几十个被挖开的墓葬 而且这个棺材板呢 这个木头呢都散落了一地 什么都没有了 可见这几个挖出来的 应该都是被以前盗墓贼挖开的 或者就是后来考古挖掘的 这个之前挖出来的那具男尸呢 就是应该就是在身后的这个墓地里 发掘出土的 在这个墓葬群的东边不远处 山坡上还有一个佛寺佛塔一支 这个佛寺佛塔距离银盘古城也是一公里左右 而且这个银盘古城的大门和佛塔的大门 正好是相对应的 说明当年在城里居住的人 走到佛寺来礼拜来做祈祷 做佛式运动 佛式活动 礼佛什么的还是比较方便的 说明它中间应该以前是有一个步道的 但是现在都是荒滩子 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佛寺佛塔的也是啊 刚才看了一下很多个道洞 凡是有佛塔至少有一个道洞 有的佛塔被挖了两三个三四个道洞 说明这个当时的盗墓贼 不光光顾了这个墓葬群 把这个佛塔甚至这个城址 可能都给光顾了一遍 然后我们今天来这个银盘遗址呢 主要的三个地点 一个是城址 一个是墓葬群 一个是佛塔遗址 基本都看完了 现在这风雨越来越大了 还好应该这块不会下雨 我们再打算走三四公里 就回到那个村子 在路边继续等车 返回三十五团了 早上起来那么早 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车 来车了来车了 老王再搭一下看看他们搭着 我们就到三十五团 对您去三十五团吗 能烧我俩这段吗 我们等两个小时 谢谢哈 我们拿拿下包 哎呀我总算踏着了 没事你拿你的你不用管我的 等了两个小时 等了两个小时 然后就过去两辆 两辆吉普车 但是他两辆吉普车没有停 他们可能不去三十五团 我十二点到这点 到里面去把故城看完以后 出来有三点半在这点 后来在这等他 哪里是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 我是东北的 最后还有19śli 总算回去了 那点点了 二郎做粤很快 二郎回公司 мы шут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